花蓮台11縣7.5公里处的海邊 竟然出現了一個超大的坑洞 這坑洞長12公尺寬8公尺 深度也有10公尺 而雖然這個坑洞的行程已經有好一段的時間 是因為海水拍打所造成的海石現象 但因為這個坑洞的邊坡還是持續的在崩塌當中 而且旁邊不遠處就是道路 還是讓不少當地的居民是相當擔心 大概一個月前有民眾跟我反映 那他跟我反映的時候是說有一個 在被海浪掏死的一個天坑 那當時候我想說大概這個洞有多大 然後請他傳照片給我 那我過來看的時候其實也嚇一跳 好 那麼這個坑洞在去年7月的時候 直徑大約只有3公尺 結果在上個月大量雨水沖刷之後 迅速的擴大 雖然它距離公路的護欄還有16公尺 目前是不至於造成立即的危險 但因為颱風季節即將到來 公路總局表示會先以灰天土方的方式 來減緩邊坡流失 後續也會再來研究維護的方案 來保護用入人的安全